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Grace 今天呢 來到了春節的第二天 那我現在就是要從花蓮沿著海線 然後繼續往下走 然後今天可能會到台東吧 對 然後呢 因為真的花蓮到台東的路程非常長 所以我們就會選一些景點下來 走一走才不會一直坐 車就覺得很累 那我現在是在一個叫做基奇蛇 那個海岸線的地方 這邊海超漂亮 而且今天天氣超好的 那我今天來錄影給大家看囉 那旁邊有一間泰式餐廳 我是沒有經常吃啦 但建築物很好看 如果有心得的朋友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 那我們來看一下海景吧 這件事是想說的 我們會叫到朋友誰可以來看 就是他現在的海岸線 所以要是在跟我們一起看 就是一間泰式餐廳的地方 那些海水 那些海水 真的都有空 最愛的海水 然後bay上西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到第二个景点是新社梯铁 刚刚距离大概5到10分钟而已 那这边就是一个景点 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小小的装置艺术 但是这边的草跟海连起来真的还蛮好看的 那我们一起进来看一下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就是一个算一个小小的空间 那就可以在里面 然后算是拍照吧 对 看一下上面 那这感觉没有水泥耶 感觉像是用不知道什么土还是怎样 然后就可以就是直接把它黏起来 对 还蛮特别的 好 要出去了 再见 再见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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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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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有点飞鱼卵香肠 但是好像吃不出什么飞鱼卵的味道 哈哈 好了 那我们继续往下一个前进咯 好 开了三十分钟到了石门油漆区 那这就是很有名的很有名的那个景点 在IG上都会看到 但是那个停车场啊 走路过去还要五百公尺 那我们现在就要往前走咯 듣 clothes 偷偷偷偷偷偷偷运园 droEs 我们走下来了 那其实它楼梯算还蛮好走的 但是呢 走到平地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小石头 真的要注意 就是可能小朋友啊 或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来的话 就要小心一点 它这边景真的还蛮好看的 而且今天很幸运 就是太阳很大 就是平常如果海况不好的话 就不太可以下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们走上来了 事实证明好看的照片都需要经过努力了 刚刚那个石头真的很难爬 好我们继续往下一个顶前进咯 今天天气真的太热了 我连外套都脱了 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石梯平 那这边如果是车子进来是要收费的 好像假日六十吧 平日应该就是五十 那我们来看一下石梯平吧 我刚刚研究了一下 就是要到刚刚白色石梯平的话呢 要走一个步道下去 那步道跟刚刚比起来真的宽很多 那很多人已经都在石梯平上面了 那我现在拍给大家看 这里的路跟刚刚比起来好走很多 毕竟它是梯嘛 刚刚那个石头太难走了 但这边就还蛮适合小朋友 很多人耶 然后这里的景也是不错 好我现在走上去咯 爬到上面风大得要命 但海很好看 这风真的是蛮大的哦 好我们来往下一站前进了 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